上次讲了SudoBlock的做法跟优切点 但并没有讲为什么逆转SudoBlock 一定可以再多化一步做出真的Block 如果不知道SudoBlock是什么的话呢 记得看我之前的影片哦 我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 第一个听不懂的话可以看第二个 不过首先要有个概念是 Ness无论逆转了多少次往哪个方向 都只是累积了一堆转动的符号 所以只要做了逆转 就是从某一端走过全部的符号到另外一端 你不需要知道逆转几次 是正打乱啊还是逆打乱 我们就是从一连串的转动符号 从头走到尾就对了 第一个解释是从逆转的角度来看 经过一串转动后解好的这个小块 逆转后呢也会是解好的 那如果是没有解好的呢 我们能够看着这个魔方 不看转动符号 就知道逆转以后的方块长怎样吗 其实是可以的哦 我现在转一些步骤 看着这个红绿边块 如果只看这一块的话 我们得到了什么资讯呢 经过我刚刚一连串的转动 原本红绿边是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跑到这边来 这是起点 这是终点 什么叫做逆转 逆转就是终点变起点 起点变终点 这个变成起点 这变成终点 这是逆转的起点 这是逆转的终点 所以注意看这个白绿边块 在逆转 B'R'U'R'以后呢 白绿边块 会跑到原本 这个红绿边块 的地方 所以如果这个是 Niss某个方向的方块 我们看着每一个小块 就会知道逆转以后长怎样 看着这个红绿边块本身 我们不会知道逆转以后 红绿边块会到哪 我们知道的是它 取代掉的位置 也就是白绿边块 会到哪 白绿边块呢 会到红绿边块 结好的位置 也就是这边 所以逆转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 练习一下 看着这个黄蓝红角块 你知道逆转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预测的是它取代的位置 也就是白绿红 的角块会在哪里 要预测逆转后 白绿红角块会在哪呢 就是解好这一颗 也就是它本来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逆转以后 白绿红角块 会在这里 回头过来看solo block 为了在逆转以后呢 做出2×2×2 真正的block 我想知道原来在这三个地方的方块呢 它们逆转以后会到哪 要知道逆转后会在哪 就是解掉取代这三个位置的 现在这三个边角的小块 刚好呢 就是一个u' 把它们全部都解完 所以逆转以后呢 我们感兴趣的这三块呢 就会在这边 所以我们再一个u 过来 就可以做出真正的block 因为这个原因 取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要取代才能预测 如果你看到这一种情况的话呢 你要在这上面 在希望在逆转以后 逆转以后 组出2×2×3的block的话呢 你必须就要分别解掉这三块 那但是这三块呢 颜色并没有黏在一起 没有办法一转解决 所以逆转以后呢 它会长得像这样子 我们有兴趣的橘蓝边 白蓝边 和这个角块呢 它会分别散落在各地 看到这边是 原来是黄红边块 所以它就会跑到这里来 它没有办法一次一步 组出bloc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sudoblock的定义是 没解好的部分 能够一转 就把它解好 因为你能够预测 逆转以后呢 能够在这边多一转回来 就组出block 如果听不懂的话呢 这边有另外一个解释法 我们用上一部影片的例子 拿一颗还原好的方块 转弯上面那一串呢 会看到这个sudoblock 那看到这边呢 我就有三个愿望了 当初要是 这颗白红是 白绿边就好了 当初如果这个呢 是白橘就好了 当初如果这个角块 这边是绿色 这边是橘色就好了 所谓的当初呢 是拿还原好的方块 来开始转 所以如果想要 当初让这颗白红 变成白绿的话呢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白红这个位置 转u'以后呢 变成白绿 同样道理 想要让这个白绿 变成白橘的话呢 也是u' 想要让这个白绿红 变成白橘绿的话呢 也是u' 所以如果在转上面那一串 转动之前呢 先偷转一个u' 然后再开始转的话 三个愿望就能够一次满足 看到这个2乘2乘2的block 注意到这个是同方向哦 为什么我刚刚可以在打乱的题目之前 先偷转u'呢 因为ness可以在正逆方向之间换来换去 只要形成圆点圈就好 在前面偷转u' 等于是在逆转以后呢 在尾巴加u 那这就是ness的威力 允许你在前面和后面呢 都加转动 实现愿望 但是如果你不理解圆点圈的话呢 就只能单向不断地往后加 不过重要的是呢 这三颗达到愿望的转法 一定要一样 才能够偷转一步 就同时满足三个愿望 我建议自己实际度玩几次会比较有概念 我蛮推荐第一种看法 从取代 预测逆转 因为概念更通用 不光只是slow block而已 那下面是一个例子让大家想一下 这个是从speedcube review的 Sean的解法 截取出来 那正向解到一半 那两条斜线后面呢 是注解 可以先不理它 那前面八步呢 我们做出了这一个 二乘二乘二的block出来 然后接下来 如果我们是用红底的话 b做出第三个十字边 然后接下来 u2做了第四个十字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意 看一下这边这个 这个是不是slow block 不是 因为这三块不是一起的 所以逆转以后呢 不会有另外一个二乘二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预测呢 我们想要知道 就是以这个红色十字的话 这一个 白蓝红这一对F2L 在逆转以后会到哪 这个位置呢 被这一条取代 所以那这两颗本身属于哪呢 没有错 就是属于这里 所以你可以预测 逆转以后呢 白蓝红F2L会粘成一条 它也会粘成一条 而且会出现在这里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知道 在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花四步来插入 你不用真的去转动方块 你就可以知道 你花十四步 就可以解说两个F2L 那不见得说 这样子会比较少步 但是可以省下实验的时间跟风险 或者像是这个例子 那我们想要做红底 这边有一条连在一起 但是它跟红色没有关系 不过 如果我们多花一步 把它取代掉 我们感兴趣的位置的话呢 这样子这边的逆转以后 在这边其实就会出现 红色连起来的一条 那可以看到 取代掉的呢 这个是蓝色黄色跟红色 这边这一条 所以出来以后呢 蓝色黄色黄色这边 它会连起来 而且它所出现的位置 就是这个原来白橘绿的地方 也就是白绿橘这边 那所以我们再多花个几步呢 就可以组出一个真正的二乘二乘二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挤到这边来 然后 粘起来以后呢 这样子就可以组出来 那不过我要强调一下 这样子并不会 不一定会省步数 那这个只是可能的应用 以上就是为什么 Slowblock是Niss逆转的好时机 其实你完全不需要知道 它背后的道理 那你操作也是可以做得出来 不过我觉得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还蛮有趣的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